哈喽,大家好 北上广深,大家都知道这四个老牌的一线城市 那么广东省呢,就独占了两个 那就是广东省的阳城,广州和鹏城,深圳 那么广州和深圳相比,究竟是哪一座城市才是广东最发达的城市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个城市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副省即是 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别称阳城,花城 广州呢,地处中国南部,珠江下游,濒临南海 总面积7,434平方千米 2019年啊,常住人口1,530.59万人 GDP总量23,628.6亿元,全国第四 人均GDP啊,15万元 是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综合性门户城市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 粤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 相比于深圳,广州这个城市显得更加历史悠久 广州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从秦朝开始啊,一直都是郡治、州治、府治的所在地 并且呢,广州市广府文化的辐射中心 从公元三世纪起啊,就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祖港 陶藏石呢,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港 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明清石呢,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 是世界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广州啊,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时期人类发展指数啊,居中国第一位 而深圳别称彭城 地处中国华南地区广东南部 珠江口东岸,东陵大亚湾和大鹏湾 西滨珠江口和林丁阳 南阁深圳和与香港相连是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 总面积1997.47平方千米 是广东省下辖的复省集市 计划单列市、超大城市 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 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 被誉为中国硅谷 截至2019年啊,长住人口1343.88万人 GDP总量呢,26927.09亿元 全国第三,人均GDP啊,19万元 全国第一 那么从人均GDP上看啊,深圳是远超于广东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是中国第一个全部城镇化的城市 并且呢,深圳啊,水路空铁口岸俱全 是中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员最多,车流量最大的口岸城市 深圳呢,作为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啊 不得不说,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其发达程度呢,已经赶超广州 总的来说,不管是阳城广州啊,还是鹏城深圳 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超大城市 各有各的特点与特色 深圳呢,能在三十年间一跃成为大都市 其发达程度,早已不低于广州了 但广州作为一个老牌大都市 更是有着其深厚的律师底蕴 同样吸引着无数的游客朋友们前往 那么,视频面前的你,认为广州和深圳相比 谁能更胜一筹呢? 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